字幕提供 歡迎回到我們頻道 又來到新一期的食玩分調查 今期我們來到尖沙咀I Square 吹公館 我猜應該讀吹字 如果誰懂得讀的話可以留言給我們 我們來這裡就是吃這個 咸午茶店 我們今次就是用飛行零素儀換取 所以今期的目標就是調查一下 這個中式咸午茶店 好不好吃 在我們調查之前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 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我們出新片的時候 大家是第一時間知道的 調查 開始 其實我們已經預先訂了桌 所以其實不需要等位 一進來我已經覺得很舒服 而且景色真的很美 因為面對著維港景色 打卡就是一流 這裡的餡茶的時段 就是由兩點半開始到五點鐘 我們這一個 今次就是用飛行零素儀換取 大家如果沒有飛行零素儀換取的話 都可以正價進來吃 這裡的原價是298元 不過現在來也有七折一位 那就是截了208.6元 那我都要重要的家貨務費 這些食物大概十分鐘左右 已經來到 樣子都挺漂亮的 它是用一個龍來賞這些食物的 嘗嘗我最喜歡吃的蝦餃 充滿著全部都是蝦 裡面的蝦很爽口很彈牙 而且很大顆 皮其實不是很厚 有蝦餃當然不少有 有絲米 皮做得很薄 有冬菇豬肉上面還有蟹子 吃下去是偏向實肉一點的 而且它的冬菇香味是挺出色的 跟我們平時吃的燒賣 是肉味比較重 這個我覺得是菇味比較重 嘗嘗這裡的包類 這個樣子應該就是菠蘿包 看看裡面有沒有餡 原來裡面是有餡的 不過它的餡料不是很多 其實只有一層 裡面會有叉燒 吃下去其實它會比較濃味 不過我稍微覺得皮不夠鬆化 黑松露餃 黑松露餃看起來都是三角形的 一眨眼看起來 有點像菜肉餃 聞下去黑松露味都不出 咬下去黑松露味就好出 加上裡面還有菇 蘿蔔的東西裡面 所以它的菇味是更加之出的 是一個很掃的餡料 剛剛那個黑松露餃我覺得是不錯的 我先試試其他站 看看最矜貴的鮑魚鬚 真的是一隻鮑魚 聞下去主要都是黑皮的味道 黑皮做得不錯 因為一咬下去 皮已經是散了 證明它很鬆化 它的鮑魚其實都很軟 所以進去是非常好吃的 口感 但是它的質就不太出 如果它的質是再濃一點 我覺得會更加之好 但這個鮑魚的黑 我覺得是不錯的 挺好吃 現在已經很少酒樓 裡面是有湖角買的 這裡的湖角我覺得挺好吃的 第一 它的外層炸得不是很厲害的 一咬下去已經是香和的味道 它是非常薄的 外面的酒樓 通常是炸得很厲害的 一咬下去 要咬幾口才到芋頭的味道 另外裡面的芋頭的味道都很濃 所以我覺得這個湖角是味道挺好吃的 基本上 蒸檢只有三款點心 炸檢只有三款 所以總共只有六款點心 我覺得這個點心太少了 因為每人每人只有一件 我們已經吃完了 我們就做一個總結 先說分數 我的分數是75分 73分 這個價錢總共是2808.6 再加1 總共是230元 人均消費是115元 先說缺點 扣分的原因 第一 我覺得它的點心的數量比較少 每人八多元只有六款點心 我覺得少了一些 另外我覺得它的菠蘿包 餡料少了一些 另外扣了少少分 其餘來說我覺得都OK 主要的分數就是 這裡的景色 因為真的很漂亮 沒試過對著這麼漂亮的景色 而享用中式的下午茶 另外這裡的服務態度也不錯 最後的分數是給鮑魚鬍 因為都很好吃 這段影片就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LIKE & SHARE這段影片 最重要是記得訂閱我們 以及按旁邊的小鈴鐺 如果大家還想知道我們的最新動態 記得留意我們的IG、Facebook 和MingMing Page 另外可以把你們覺得邪惡美食的 放到我們開的邪惡美食關注島 我們所有連結已經放到下面的 Discretion Box 另外留意我們逢星期二、五出片 星期六日或者有片 下一段影片再見 拜拜